最后呢 我还要说一下这个 AJ6的事 是吧 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你要密切注视着 丁氏那边的一切动态 有什么情况 及时在会上跟大家说 好吧 好 放心 要没什么事 今天咱们就先这样 好好好 等一下 这不是平亚的项目代表吗 今天我们开会是讨论 公司内部的事 关于项目的事 直接跟艾佳谈 散会 我说的事就是跟项目有关 跟公司有关 必须要韩董事长表谈 这怎么回事 你说 我听说 最近公司出面 给丁氏传业做了担保 让丁氏成功在银行 取得了贷款 这不可能吧 是啊 现在 丁氏和我们AJ6项目 是竞争关系 据我所知 这次担保人竟然是韩明 这怎么回事 就是韩明 这怎么可能是他啊 那是担保人啊 我不知道他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大家不觉得 这件事情应该查清楚吗 是 应该查清楚 应该查清楚 这件事儿我回头核实一下 这件事儿我回头核实一下 有了结果 我给大家一个交代 好吧 我已经帮董事长核实过了 这个 就是韩总签的担保书 这只是 他在赫兹里面有的 他在赫兹里面有没有 这就这事儿 他在赫兹里面有的 这一位 这一位 那一位 这一位 有什么 那一位 这一位 你也在赫兹里面有的 你也在赫兹里面有的 我也支持 我也同意 把我们的利益 放在什么位置呢 再影响我们的利益 不是吗 没想到有一天 这里会变得这么冷气 这里为什么这么冷气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的 示威 这个决定是爸妈当年做的 我无从选择 既然他们当年 把我推向这条路 我就会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是 这就是你坚持到底的代价 我知道 你的坚持都是为了鱼有威 不过 姐希望你的所有坚持 不要以伤害自己为代价 还有 我 你想要 我 你 我 你的坚持 就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彻彻底底地输在我手上 这样 他就会知道谁是他值得珍惜的 谁是在危难的时候能够帮助他的 不愧是我的亲弟弟 我们留着相同的血液 而且 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 现在我们是彼此为一的亲人 血缘关系是斩不断 为什么瑜伽总是被人家欺负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钱 没有权 所以从今以后 我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 只要我们拆散韩明对丁氏的支持 丁氏这个烂摊子 垮台就是止日可待的事情 到时候 再靠着我在平亚的权利 接手丁氏 没错 我们要让所有对不起我们的人 尝到失败的资料 和被盘的代价 你怎么过来了 现在这个时候 你怎么会有空过来啊 你爷爷不找你啊 我爷爷不会找我了 因为我今天开始不用回公司了 什么意思啊 上一次我替你的贷款担保的事情 施威在开会的时候说出来了 是 不是 怎么会这样呢 施威现在是平亚的总代表 所以韩氏不能不听她的意见 所以我呢 现在是暂时失业了 余老板 不知道你肯不肯收留我 对不起啊 韩明 我替世威 跟你道歉 不用道歉 其实也挺好的 可以天天在这里帮忙 不用两边跑 挺好的 我是担心侍威 她如果继续这个样子的话 她真的会出大事的 今天的侍威要改变她 是很难的了 我再去找她聊一次 如果能和她聊的话 她也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怎么办啊 我们就任其发展 就不管她了吗 我们再看看吧 董事长 人已经带下来了 里边请 韩总 你找我 我年轻的时候啊 我就总觉得这个 茶道这个事啊 附庸风雅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你干这个 茶得好 水温要合适 出水闷泡的时间 还得准确 折腾半天 捕倒出这么一小杯茶来 有必要吗 岁数大了以后我才明白 咱们老祖宗真是智慧呀 这个茶道 跟做人做事是一个道理 一定要按照规矩来 不能太着急 同时呢 不能锋芒毕露 凤兵 就算了 你问是吗 你跟虞幼薄的事儿 我已经调查过了 我是不喜欢韩明跟余又威在一起 所以在董事会上 我没有反驳你 但是你现在如此对待韩明 我不能接受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我孙子 今后整个公司都是他的 我不允许有人跟他作对 作为平衙的代表 我有责任 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 损失解毒最小 平衙的代表你行了吧 你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 如果你不是跟余又威一起搞AJ5 你就是一个小小的技术员啊 做人还是老实点好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听不懂呢 我这儿啊 有一张两百万的支票随时可以兑现 你离开公司拿着这两百万 回你们东澳村 足以搞养鱼事业 以我现在在平衙的能力 这点钱打发乞丐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韩总 既然你跟我们平衙是合作合作合作 那么我希望你收好自己的本费 如果你不要这张支票 如果你不离开公司 继续跟韩明作对 我会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 你信不信 但如果我有成功的话 韩总 你最好给你孙子想好处了 好了 你吃亟了吗 好 美丽 如并 吉他 当你 如并 需 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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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